另外在凤临镇公所也在迎接 妇幼节的到来就特别举办了优秀儿童表扬 即优秀学子奖助学金的颁发典礼 镇长萧文龙表示 为了鼓励凤临镇学子能够奋发向上 去年起将奖助学金全部改由凤临镇公所来编略预算颁发 让幼儿、学童以及老人都能够获得 整公所的照顾与关怀 萧镇长也感谢凤临镇国小教育基金会 凤临镇爱乡协会表彰校型楷模 提供奖助学金给表现优异的凤临学子 镇长萧文龙表示 凤临镇文峰鼎盛 由校长故乡美名 过去真公所财政不佳时对学校照顾有限 如今真公所财政大幅改善 自然更有余力去照顾学子 不论是开全国先例的全镇学校装冷气 还是发放育儿津贴、妇女生育补助 每周各离老人共餐等等 就是希望让凤临的幼儿、学童、老人家都能获得照顾 文峰鼎盛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对学生的教育 我们是相当重视 尤其凤临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客家人有一句话就讲说 情根已读 因为客家人要工作 没有时间读书 下雨不能工作的时候才来读书 所以过去的长辈都教自己的孩子 你想要穷软翻身就是要认真读书 所以认真读书就是能很快一个捷径 能改变你家里的生活 所以我们政公所过去财政不是很好的时候 所以对学校的补助有比较少 那我们财政好一点的 我们要全方面 尤其是对学生、小朋友的 我们都有去重视 所以我们政公所 虽然是一个小的政公所 因为可以做到的 我们都是尽量做到 相信有很多校长在其他的乡镇待过 应该我们凤临不会输其他的乡镇 政长指出也感谢凤仁国小教育基金会 表扬各校的校型楷模 还有凤临镇爱乡协会颁赠奖助学金 给凤临镇的子弟 就是因为有这些单位的异形 凤临温风不坠 他期许同学们要饮水思源 让良善的美德传承下去 而货颁奖助学金的同学 总计有147位学子受贿 全场共计颁发18万4千元的奖助学金 一事简单隆重 记者凌桀 凤临镇采访报道